好 现在信骚的这个风波持续的扩大 总统府在21号就发布了 总统令驻泰国代表庄硕翰 现在已经准辞职应与免职了 但是由于这个庄硕翰 他驻泰未满一年闪电请辞 所以辞职的动机现在引发了猜测 外交部第一时间就说是个人因素 所以请辞 但在24号晚间就证实 庄硕翰涉嫌信骚扰事件 而现在外交部是基于林荣忍的 最高标准及低时间要求庄硕翰辞职 6月初的时候 国民党接获了一起信骚案件的检举 这个申诉人是一名记者 他向国民党自诉的时候就提到 在今年的3月22号晚间 参加国民党举办的媒体参序 提前离开 而立委振振前是以手指抠手掌心 全程大约是10秒到15秒钟 国民党表示 本案双方对于事件的认知是不尽相同 但是彼此同意可以到此为止 在昨天这任前也首度出面澄清 信骚是子虚无有 就那天其实党团的一个媒体参序 那我们跟所有的媒体都握了手 然后来的时候握手 走的时候也都握手 所以我也不晓得到底情况是怎么样子 那党部也没有跟我讲说是哪一位记者 所以我到目前为止也不知道是哪一位记者 其实我们也握了几十年了 然后也都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我想在座的记者应该也都跟我握过手 所以我自己也是觉得还蛮不能够理解的 这样的一个指控 我就完全子虚无有 那也没有性骚扰的事情 继续的不时的指控 做这样的不时的政治操作的时候 那需要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会提起那个诉讼的部分 网红耀乐日前召开记者会 他指控严亚伦偷拍 跟他进行性行为过程的影像 由于他表示被拍摄影像的年龄只有16岁而已 而士林递检近日就指出有关于媒体报道 该艺人拍摄性爱影像事件 已经涉及违反儿哨性剥削防治条例等等的部分 已经在21号主动分案 全案将是由妇佑专组的检察官 指挥北市警局的妇佑警察队 持续来搜集相关的试证 将会积极依法侦办 而耀乐也在24号晚间发表IG的po文 他表示说已经到案 配合调查 一切静待司法调查 好 艺人沈文成在24号举办演唱会 他的好友吴宗宪也现身力挺站台 两个人一搭一唱狂聊MeToo的时事话题 吴宗宪更是大开先前传出的 沈文成的死讯假乌龙的这样的玩笑 那吴宗宪又笑说 沈文成入行之后没有绯闻 没有不名誉的事件 更开玩笑的说 人丑会造成性骚扰 当场野斗的歌迷哈哈大笑